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指针跟运算符之间的关系 指针作为一种特殊的变量在我们内存中存在 那么它的运算跟我们普通变量肯定是有一定的区别 那么指针在我们的运算操作中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变量所具备的所有性能它都具备 它跟我们普通变量是有一定的区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来看了几个 指针较为常用的一些运算 其中第一组运算我们称之为加减运算 那么加减运算中它跟普通变量的方法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说你要你定义一个int a 然后比如说让a等于一个100 那么当然我们说a加1不用说了可能是101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线性关系 就是按照正常的数学规律来写的 那么问题就在这 现在我定义一个int新p 如果让p等于了一个地质 假设说这里的地质 我们给它假设一个字 假设一个 比如说是0s12 345 就是0s12吧 无所谓的 32位0s12 d地质012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p加1过后 那它是个数还是个地质呢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那么首先p加上1过后 由于加法的左右两边的操作 加1是整形长量 而p是指针变量 这个时候我们的加法是按照指针运算符的优先级 作为我们的最高优先级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p加1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会得到0x13这个值 而是采用c元而采用的是什么 在我们的p的地质的情况下 加上1乘以我们p本身的内容 本身什么的内容呢 就是读取内存的方法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定义成sizeoff新p 当然就是说这个p指向空间的什么具体的大小 就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这个指针加1或者加n的一个什么对应关系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个这句话也就是指针的加法运算 非常像什么呢 指针加1相当于指针的什么 跟指向内存的什么下一个什么单位 而不是下一个值 比如大家看这 我们的指针呢 指向了这 如果说我们指向内存的时候呢 必须是用int新来指的 比如说这个指针是int新 那么它下一个加1过后 它绝对不是在什么 往下一个字节 不是一个字节 而是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 什么单位 就是我们什么 这个指针指向内存的这个什么读法 也就是我们原来一直强调指针的两大要素 指针两大要素的第二种要素 就是怎么读内存的方法 这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 那么这是加法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指针 指针的加法运算 当然以后我们看减法上是一样 指针的加法运算 实际上加的是什么呢 加的是一个什么单位 一个单位 而这个单位恰好是什么 是指针变量的什么 指针变量读内存的方法 那么单位的大小 可以使用 使用什么呢 sizeoff 这个地方呢 引入一个符号 就是P0 就是说你地址的一个单位是到底多大 就是我要取一个单位 指针到底有多大 是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说呢 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呢 其实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一下 指针中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去理解 跟普通变量的第二个区别 就普通变量 我们只需要知道盒子大小就足够了 但指针为什么一定要放到它的什么 它存放地址的这样一种什么读取方法 这个大小的不同 自然而然我们最后的加法运算的结果就不同 那当然呢 我们的int新加 int新P 跟我们的char新P 那自然而然同样的内容 P加1和这个地方的P加1 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加法 那当然我们说地址可以加 那么可不可以减呢 顾名思义 地址可加肯定可以减 那减的话呢 我们也还是可以这样认为 你地址在我们的 假设在我们内存中 你肯定指向的是一片区域 那这片区域 如果我们往下加 那么可能地址空间是一个累加的过程 那么如果减呢 你相当于去取什么 底下的低地址的一个单位 所以加和减是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说加法或者是减法运算 减法运算 都属于我们的什么 一个单位进行的相应操作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然后同样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加法中呢 这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写法 常规的写法 那么另外一种比较更常用的写法 就是P加加了 P加加 或者是什么 P减减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自加和自减符号 在c元中 那么这个跟我们上面 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我们也强调过 这个P加1和这个P加1 P变不变 不变 也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只是以P为基地值 或者P为参考位置 我向上或向下进行来查看 只看 只看 而我P加加和P减减就不一样了 P加加和P减减 那么它的主要目的 不仅仅是看内容了 它把P的内容都怎么 更新了 所以说这两种 带一种思想 带一种什么 叫更新思想 更新 更新地址的思想 那么P改变了 自然地址值就改变 那么地址值改变呢 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坏处 坏处就是 我再想找回原来的值怎么办 那我能够再减回去 那这样不太好 对不对 但至少就说 我们既然更新 原来的值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呢 在后期我们的 有些代码设计的技巧上 我们可能更多的 会用到这样的一些技巧 所以对于基本语法来说 加减预算 一定要注意它的什么 它的操作的是单位 而不是我们想象的 就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数字的 一个相加和相减 所以这个要注意 好 那么说完这个 加减预算过后呢 我们马上引入另外一个符号 叫方括号 那么利用方括号呢 我们把这个方括号 跟指针合在一起过后呢 大家可能对指针的理解 或指针的操作呢 会更加熟悉 那么方括号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 首先来说方括号 方括号 它的使用 肯定是前面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变量名 所以说它可以这样的定义 变量名 后面加上方括号过后 那么方括号里面 一般跟一个什么标签 跟一个标签 N 这个N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好吧 N我们起个名字 叫ID号 或者是ID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标签 就是标 比如说我们在超市 你买东西 那么每个物品 都有一个标签 你可以认为是这样一个标签 那么这种方式叫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 叫做指针标签访问的方式 或者称之为这样 说明白了 就是地址内容的什么 标签访问方式 访问的什么方式 怎么理解呢 那么在我们的指针内容中呢 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 一旦 一旦我们的指针指向了一片空间过后 那么我要想取消下一个 比如说这个指针是一次就读这么大 读这么大 我们也不知道多大 反正就读 假设读这么大 一次读这么大 一次读这么大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指针我读下一个的时候 它可能是 比如说我们说往下走 好吧 然后 那么它就读这 然后再下一个是不是读这 那么这些地方呢 我们如果从线性角度来讲 确确实实是一个 加1加1加1的感觉 对不对 但是在某些场合中呢 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地方 但我不想知道下一个 而想知道下下个 或者说非线性访问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想对什么 对这个空间进行一个跳跃式发展 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 C源编译器也帮我们做了一个标记 指针访问的 指针指向空间 我们把它标签 或者我们把它ID号定为0 然后我们的下一个 假设说我们这个地址是从小 这个地方是小 这地方是大的话 那么下一个高地址 就是我们的什么 1标签 然后下一组 下一组标签是什么 2标签 这样的话呢 我们利用什么 利用指针中的 P 然后方括号 比如我跟2 那么自然而然访问的 是不是以P为基地址的 第2块内容 第2块内容 那这样的访问呢 我们就称之为标签式访问 标签式访问 这种访问更多的时候是指向我们操作中的什么 非 非线性访问 非线性访问 因为按照说线性访问应该是什么 先怎么的 先P加1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访问 怎么P P加2 对不对 反正就说 我们这种访问方式相当于是直接跳跃性访问 标签式的访问 那么这个种呢 跟我们宿主很像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 你先把这个方括号 一定要想成什么 地址的标签访问 先不要去想宿主 因为这样你干净太多过后反倒容易混淆 你就把什么 只要看到方括号 前面这样的变量 我们就千方百计认为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地址变量 那么利用这个地址变量呢 我们通过这个标签能够找到 这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方括号跟指针的一个使用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们如果不想不想去写什么P加N的话 那么你其实最好写成啥 就是PN PN 那么这种情况 就是看你个人习惯 这两种写法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致的 当然这两种写法不太一样就在这个地方 P加N过后 那P得的结果是地址 这样的方括号呢 访问的是什么 内容 内容 就是说你加了方括号过后 它自动的把这个内容给你取出来 自动的把内容给你取出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的地址内容访问的标签 那访问什么呢 取出什么 取出标签里的什么 值或者是内存的值 所以这个呢 希望大家也能够明确一下 这两种访问方式